摄像机开始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场景 在未来的某一天 你的一切设备都将智能化 它们可以自如地与你交流沟通 并且可以识别出不同的说话人 为它们做不同的事情 然而这一切技术的基础 都依赖于一种技术 它就是声门识别 为什么声音可以用来识别呢 声音由音调 响度 音色决定 由于发音习惯的不同 每个人的声音都有自己的特别 因而它与指纹一样 也能识别身份 你好 我是温和 哈哈哈哈 那么我们如何运用声门识别呢 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到智能家居上 试想你与同学下课回到宿舍 而你的灯会在听到你说话之后 亮起来 张鸣 你大作为写怎么样 你说光眼追踪吗 太难了 我都没有写 那么识别声音的过程 又是怎样的呢 第一步 获取声音 第二步 对声音进行采样与分块 然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编码 由于人耳的效应 我们还需要对编码进行特殊处理 最后把它转化为一段特征项链 那么我们做了什么呢 一个硬件的声闻识别系统 Voice++ 首先 说话者录音 让箱子进行声音采集 在测试的时候 再次对话筒说话 LED灯就会显示识别结果 现在让我们看看真正的实验吧 我们现在要进行实验 首先我们会对我们各自的声音进行一次采样 然后等一下编号我是一号 它是二号 然后我们采样完之后 我们会分别再说一些话 然后它就会识别我们到底是谁说的话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实验 好 开始取样 北京今天天气不错 北京今天天气确实不错 好 现在采样已经完了 我们开始识别 北京今天天气不错 好 现在是一号 所以说识别出来是我 再来一次 北京今天天气不错 好 现在换做我 我现在是二号 好 再来一次 北京今天天气确实不错 好 好 我们现在实现了识别日识百分之一百 两个人 开始 现在我们加入第三个实验人员 然后他现在开始先采个样 OK 现在采样 编号是三号 其实北京今天天气很不好 好 现在换到识别 现在再识别我 我是一号 北京今天天气很不错 我现在换三号 你们这个宿舍大作业很不错 我们发现他识别成功了 来 我们让摄影师也来说一次 来 我是摄影师是二号 非常好 是吧 然后 当然 这次的实验非常成功 我们为什么要做硬件的摄影师 因为它更快 更方便 我坚信未来一切设备的智能化终将实现 而我们也只是在这道路上前进了一小步 摄影师 写什么样 啊 你大众院写怎么样 哎 我这样不对 我进来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走 我说的应该转过 对 转过 啊 好难啊 还没有写呢 可以吗 什么大作业啊 我都没有写 我 你刷了两次 技术 摄像机开始 你一定设想过这样一种技术 某一天 你的一切设备都具有了智能 他们非但 我从